三歲之前, 其實我能走 後來就因為發燒是一種病毒 入侵了我們的身體 我爬在地上哭 身邊站著小朋友 其中有一個就說 你瘋了, 不能走, 別跟我們玩 別跟著我, 別跟著玩 次死之後, 我真是妄人都不敢 每次都在身為自己 運動劇, 他們拿一個大的轉變 無論如何, 歡迎收看 健康關注組 嘉賢,你知不知道 春天和夏天是腸病毒的高峰期 我聽過,其實腸病毒有六十多種 像上世紀爆發的小兒麻痺病毒 就是腸病毒 那究竟哪種有很大的殺傷力 會死人呢? 所以今集的話題就是 腸病毒和小兒麻痺有關 嚴重起來會亡命 今集的嘉賓有 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 黃建芳醫生和家庭醫生楊海斌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和黃醫生聊天 經常我們都會聽到 腸病毒…是什麼呢? 腸病毒其實是屬於一種 叫小RNA病毒科的其中一種 過濾性病毒 是 正如它的名字所說,腸病毒 其實它經由口部進食 或者接觸之後進入我們的身體 然後就在我們的腸道繁殖 然後就增加 但是它入侵的地方 其實不僅在腸道那裡 它可以走到身體其他位置 引致到一些感染 然後就會在我們的糞便那裡排出 所以其實腸病毒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上呼吸度的感染 但是在我們的糞便那裡 也可以找到 因而就得名就是這個腸病毒 聽說有些腸病毒很多人會害怕 真的會死人的 其實是哪些呢? 其實腸病毒有很多種 我們最常聽見的可能就是 說腸病毒或者鼻病毒 鼻病毒比較輕微 但是腸病毒有個別的一些型號 可能入侵性比較高 例如可能在一些幼兒院 大家聽說的爆發是EV71 引致到有魯莽鹽或者是腦鹽這些 就是比較入侵性高一點的 而最近我們也看到一些報道 說的是D68型的腸病毒 也會引致一些類似小兒麻痺的個案 而小兒麻痺的個類性病毒 它另一個名字叫脊水灰質病毒 而這個脊水灰質病毒 本身就是引致小兒麻痺症 問回楊醫生 為何會感染到腸病毒呢? 正如黃醫生所說 腸病毒其實就會在 人體內的長度複製 去複製的時候 會大量複製 經由分別排出 除此之外 亦會有人的分泌 例如是口水、鼻水、眼水、汗液 或者手足口病的手指水泡 其實也帶有很多病毒 當病毒污染了周圍環境的物件之後 而其他人接觸到、避免病毒 又沒有洗手 接著又摸自己的口、鼻、眼 就會感染病毒 那哪些人容易感染呢? 例如剛才你說 口水被看會傳染 例如小朋友、幼稚園 這些環境是否更加容易 沒錯 其實小朋友、幼兒 他們會特別屬於公寓人士 以及一些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 再加上患者的照顧者 例如他們的父母 也會的 還有醫護人員 還有院舍的員工和院友都有機會感染 通常是一些比較環境濟壁 以及生活水平靠低的人士 他們較多感染搶病毒 剛才我聽說黃醫生所說的小兒麻痺的病毒 也是屬於搶病毒 在上世紀爆發時 為何他們的力量那麼大 也不那麼厲害 因為小兒麻痺的過濾性病毒 本身的傳染性跟其他搶病毒都是一樣的 不過它引致病毒的嚴重性較高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可能是入侵了中央神經系統 令到那個人士可能出現一些運動神經缺損的情況 同一時間如果他入侵了頭頸位置的神經線 是有機會去到我們這個呼吸系統 令到我們主宰呼吸的一些中央神經瘫痪了 因此就有機會出現一個呼吸困難 窒息, 無法呼吸的情況 因此小兒麻痺當時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外, 大家也有聽過一些歷史 就是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患有小兒麻痺 所以當年投放了很多資源 去開發小兒麻痺的過濾性病毒的疫苗 病這麼厲害, 後來如何能控制呢 其實因為這個病有這麼多關注 於是很多科學家同一時間研發疫苗 有兩位科學家 其實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發展了兩種疫苗 一種是活性疫苗, 是一些減活的疫苗 就是說選了其中一些豬種 入侵性比較低的小兒麻痺過濾性病毒 來製造一個疫苗, 這隻疫苗是口服疫苗 如果大家年紀比較成熟的話 可能在香港也是使用這隻疫苗 當時是一隻口服的 如果大家記得, 可能是小時候 有一顆砂糖加了一些藥水 就是給大家服用的其中一隻口服疫苗 但是之後其實我們也有一隻 是現在我們已經取代了假末的疫苗 而我們現在使用的 在香港就是用一隻滅活的疫苗 其實兩種疫苗 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 前後腳發展出來的 我們滅活… 我們的年紀… 對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聊 小兒麻痺對於我來說 走就走不了, 想做就做不了 久而久之, 它就影響了我自己的心理 小兒麻痺症曾經是全球性流行疾病 有了預防疫苗之後 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毒 以前香港也曾經因為有兒童 幻想小兒麻痺症而導致肌肉萎縮 在2014年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帆船比賽 贏得銅牌的傅遠威 他三歲患小兒麻痺症 導致腰部和下肢殘疾 阿威, 至少患小兒麻痺症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三歲之前, 其實我走得走得跳得 就像現在的小朋友一樣 後來就因為發燒 就像現在的新冠一樣 是一種病毒入侵了我們的身體 在成長期間 這個病對你來說 最難受的地方在哪裡 我很記得清楚的 就是當時我爬在地上哭 身邊站著小朋友 其中有一個就說 阿威, 你瘋了 不可以走, 不要跟我們玩 不要跟著我, 不要跟你玩 我的心… 聽到之後… 很受到傷害 很受到傷害 遲些之後 我簡直看別人也不敢 每次都藏在自己 你玩了, 不要緊 我自己藏在這裡 當時的自尊心真的沒有了 我很多時候就想過很多負面的東西 當時不知為甚麼 看到那些高次的東西 看得不知為何很自然 不知為何就有一種很衝動的感覺 握一些刀 不知為何又有一種很衝動的感覺 不知為何很自然 後來幸好沒有去做這些輕生的經驗 對, 輕生的感覺 阿威小時候很自卑 把自己藏起來 直到17歲的時候 他決定重新開始 阿威, 17歲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在我17歲的時候 我大概在20多級的樓梯 當時有一張椅子和磚 當時我不知道怎樣的樓梯 爬上去 突然間我就像一個人一樣 抱著我 輕輕地把我放開地 是看不到東西的 但是耳朵聽到東西掉下來 滑滑滑掉下來 當時我睜開眼睛看 原來有一張椅子, 四腳的椅子 斷掉了, 有些磚都斷掉了 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我是那張椅子和磚 我就會斷掉了 如果我家人看到是這樣的話 他們會很傷心 我絕對是不想看到這個畫面 我開始自己的心態慢慢去改變 我不會再做這些輕生的事情 那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其後你有什麼轉變? 不可以再這樣 我每天都要開心一點 至少起碼自己的樣子 看到家人、看家人 先笑一下 至少讓他們看到 原來阿威沒事的 浪心一點 對, 就開始慢慢把那些情緒放大 人們放大情緒之後 我們開始有很多事情行動 就不當作了 阿威, 日常生活中 如何克服行動不變呢? 當時你知道了, 無障礙的東西 不是周圍的東西 是 很多時候很多東西, 譬如搬得重的東西 如果你叫我這樣搬, 不可能沒得起 當時我慢慢習慣有些東西 還有手, 不知為何用手增 可能禁止地 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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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做一件事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想 你又不行, 就想過去 對, 很多時候就慢慢習慣了思維 有時候去觀察後 再去看自己的能力 可以怎樣, 腳不行的, 還有手 有時候我們用他的頭 有時候有時候頂著東西 可能會幫到點力 阿威跟行動不變的太太成立家庭 親自養大三個子女 阿威, 我知道你已經是三個子女的爸爸 作為一家之主, 有什麼體會呢? 如果我跟健常人士要比的話 其實可能我很多東西給不了 對於他們的成長 或者照顧他們 我就覺得我要做足勢 最記得有一次跟他們三個去街 原來小朋友很喜歡手拖手 我拿手, 彈他出來, 他拖著我 我又不用抓人, 要拖著我走 大家嘻嘻嘻, 真是很開心 這個畫面, 我真的記得很清晰 原來其實… 我稍後可能走到我照顧他們 是 也可以照顧他們 可以跟平時的家庭一樣 這樣享受家庭的樂趣 從事理財顧問 喜歡運動的傅遠威加入港隊 早期參加射擊運動 後來轉為練習帆船 贏過不少帆船比賽的獎項 運動怎樣幫助你呢 之前所說的, 我其實做得很負面 我也經常有情緒 運動其實它令我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也可以玩到帆船 其實健全能玩到, 我也做得到 再加上在仁川爭運的時候回來 就拿了銅牌 而這個帶給我的信心 以及之前那種負面的情緒對比 以原來那種心態的改變 令自己的行動的改變 可以帶來不同的結果 其實我們雙方人士 是一種心理障礙 只要我們跨越了這種心理障礙 我們跟那些建築人士 和其他人士是一樣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每一天都開心心地過著我們的生活 令到我們身邊的一天 大家一起開心點生活就OK了